海军航空兵某团飞行二大队中队长,一级飞行员王伟,在执行对美军电子侦察机跟踪监视任务时,坚毅果敢,沉着冷静,英勇顽强。 他驾驶的战机被美机违反飞行规则撞毁后,跳伞落水,壮烈牺牲,用生命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壮丽凯歌。 各位观众,这是歼八二型战斗机, 4月1号,王伟就是驾驶这个型号的战斗机奉命升空,对抵近我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进行侦察活动的美国军用电子侦察机实施跟踪监视的。 这是一个让世界震惊的日子,上午8点36分,一阵战斗警报声骤然响起。 多年来,美国军用飞机频繁到中国近海活动,在我沿海实施空中侦察,对我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对于南海前哨的海军航空兵某部,为捍卫国家主权一次次派出战斗机进行跟踪监视。 王伟和他的战友最多时,一天紧急起飞三批次执行任务。 他们在同美国军用侦察机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中,大义凛然,坚定无畏,忠诚履行着捍卫祖国主权与尊严的神圣使命。 这是我们林桥机组的成员。 4月1号当天,我们听到战斗警报以后,我们林桥机组都迅速地支好了起飞机的准备。 这个时候,王伟也迅速地进入座舱。 我帮他拔掉了座舱里面的所有地面保险箱,帮他撒好救灯伞,准备好座舱里面的电门。 这个时候,王伟也做好了起飞机的准备。 起飞前,他向我挥了一下手,目光中充满了自信。 我们林桥机组目送王伟同志起飞,我们都相信王伟同志能够圆满地完成任务。 他上了飞机以后,然后我接到这边后边跑过来,也上飞机了。 我们就互相招牢招手,然后互相点头。 想起当时的情景吧,历历在目,可能是一生当中也亡不了。 起飞后,大约7分钟,在我们的左前方,20度,距离50公里, 发现了一架大型的飞机。 我和王伟同志就驾驶飞机,接近目标,发现是一架美EP3电子侦察机。 王伟照语迅速调整航向,驾驭战机与美机同向同速飞行。 突然,美机大动作转向,向王伟的飞机撞压过来。 美机左机翼外侧螺旋桨,将王伟驾驶的飞机垂直尾翼打成碎片。 照语眼看着王伟的飞机翻滚坠落。 生死关头,王伟仍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救护战鹰做最后的努力。 中因飞机受损严重,王伟不得不跳离了自己的战机。 在此后的14个日日夜夜里,海军和有关单位组织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搜救行动, 共出动舰艇113艘次,飞机115架次。 交通部广东和海南省,共出动救生船、渔政船、渔船和其他机动船只1000多艘次。 军民共出动搜寻人员10多万人次。 交集的目光遍布8.3万平方公里的海域。 战友和亲人怎么也不会相信,王伟就这样一去不回。 3月30号,晚上他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我今天值班了,不回来了。 我说行,我说你要注意安全啊,说我没事,他怕我那个嘛,身体不好,叫我好好吃饭什么的。 我说行,我没事,你不用为我操心,说第二天,第二天晚上我等他回来,他也没回来。 当时我真的不敢相信。 王伟走了,走得如此匆忙,又如此悲壮,他用自己的壮举把忠诚写在了祖国的碧海蓝天。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